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敢说 如果郭德纲有这么一丁点成绩的话 那么完全得利于我自己 您请 这个您以后要不介绍我 就别往我这边比喻一下行吗 没说完呢 您说吧 单丝不成献 郭木不成林 浑身是铁打几根丁子 这对 没有人的帮助能有今天吗 不敢说 接这个机会好好地感谢一下我的夫人 这里到底有我没有啊 有你 您说我呀 要是没有你 我早就哄了 我一直搅回来了是吗 开玩笑 这些年合作非常愉快 很好啊 主要是您的艺术水平高 您太捧我了 本身素质高 哪儿的话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呢 在我们后台 人都知道 忠厚长者 您有捧我 大伙也喜欢您 为了亲爱的观众 一定要注意健康 谢谢您 保重您的尸体 尸体 什么 保重身体 保重您的身体 我这个嘴怎么 身 身体 喝一身 什么乱七八糟 喝一身 您就甭弄这拼音这事了 好吧 对不起 没怎么念过书 那你都弄到 希望您健康 谢谢 这在我们后台 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大伙倒是都捧我 时尚 还谈不到 真的 你看那头你就知道 到您八十岁登台老艺术家 一脑袋白毛卷 跟喜洋洋似的 您瞧您比这东西 多么快乐啊 台上啊 穿着演出的服装 哪天你到货店看了 戴着大金链子 一百三十斤 这么缠金链子 白天戴着 晚上摘起来锁狗 我跟我们家狗用一条链子 哪还了的 穿那个衣服 时尚就在这了 那应该 什么叫时尚 别人都没穿 你先穿 这叫时尚 领先 当年跳那个霹雳舞 那就八几年了 还来这手套 断纸的 对 就是上面这没有露纸 你手指头那个 对 咱都不懂 那就外行 买破的 还乐了 这你不懂吧 你看这破了吗 这有窟窿 这你外行了吧 就是 这叫霹雳手套 对 我还有霹雳的袜子呢 还露着脚趾头的袜子 我还有霹雳的内裤 那穿不穿得起什么作用啊呢 穿不穿我们不管 但是确实好脱了 我从上头直接瞪呢 穿一面口的出去 有身份 这都是有身份的装扮吗 我都崇拜你 就这个呀 哎呀 有钱 那会儿他们家 跟皇上是本家 倒是沾点亲 这个鱼是后来改的 对 现在知道 鱼老师 鱼 鱼都会写 左边一个马 又不是一个户 想当年那会儿 你就甭想当年了 您说那件驴呀 那个 一个马 一个户 这俩不一样吗 怎么会一样 那点驴啊 这叫马户驴啊 马户驴啊 所以说 你怎么姓驴了哟 谁姓驴了 我一直说姓鱼 姓鱼 你改姓鱼了 你说的驴吗 你挑一个 挑一个 什么叫挑一个 就得是鱼呀 姓鱼啊 鱼老师啊 因为那会儿他们家啊 八旗贵宙 倒是再旗 对吗 对 老说那个八旗子弟 八旗子弟的 有他 我们家再旗 跟皇上是本家 宗室 满洲正黑旗的 正黑旗的呀 满洲铁灰旗的 哪有这色啊 满洲 满洲正房旗的 我们这大太太生的还是 还正房旗的的吗 说什么 正房旗的 正房旗 正房旗 跟皇上是本家 他曾祖有一个名字吗 叫爱心绝锣筐 叫什么不好 非叫锣筐 才不知道你们 怎么起的这名字 哪有这名字 清朝有八大铁帽子王 一辈传一辈 就有他们家 其中之一 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绿帽子王 你瞧我们家挑这色吧 要说一辈 这样不算什么 辈辈 二个呀 当初一老生的时候 俩孩子 是 他双胞胎 北京叫双胖 哎 列位啊 这个太好了 这有这个家族的 这个叫遗传基因 对对 遗传基因 上边有这个 才会有这个 是 你别人生一个 人家俩 他们的邻居啊 家里就双胞胎基因 是吗 没听说 是个人家的 我也有这个